量子快报 第26期 第二部分 2024年10月2日 5.一名中共国女子因涉嫌间谍活动在德国被捕 VOA报道 德国检察官10月1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一名中共国女子因涉嫌从事外国特工活动和传递有关武器交付的信息 在德国莱比锡市被捕 该女子在2023年和2024年传递的信息 包括航班 货物和乘客数据 以及军事装备运输和与德国军火公司有关人员的详细信息 最近 西欧各国对中共国间谍活动的担忧加剧 6.加拿大的中共媒体放大了分歧和中共政府的言论 The Bureau报道 霍格委员会10月1日获悉 中共政府对加拿大中文媒体的收购始于20世纪80年代 加拿大政府的多元文化广播政策 并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期间变得明显 证人作证说 中共对中文传统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几乎完全控制 正在加速中共在加拿大领土上开展干预选举和侨民镇压的运动 他们指出中共对加拿大中文媒体的影响 已然演变成一个高度组织化和有效的宣传网络 7.美国议员们要求就中共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做出解释 新闻周刊报道 十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已致函美国最高检察官 要求了解中共国驻美外交官和特工被指控进行的影响力和间谍活动的全部情况 2023年习拜旧金山亚太金河组织峰会 亲中共势力对民主活动人士实施了不折不扣的犯罪攻击 被司法部指控为特工的孙文 与中共驻纽约领事馆的四名外交官合作 报道显示 中共的统战运动已广泛渗透到美国民间社会